同样是连线报道同样又是车祸意外 不过同样发生在花莲泰鲁阁路段 而且是一连两起 先是遇上了重机翻覆 接着又遇上了火烧车 想请我们连线给记者廖炎宝来告诉我们 好了 主播泰鲁阁的蜿蜒山路 同一路段就发生了两起意外 画面中可以看到呢 这辆警车的前方 停了大概有三台的重型机车 就在这个过弯处 一辆红色的机车 疑似是在过弯的时候速度太快 虽然其实呢有煞车了 但还是来不及 可以看到车子的外壳都破碎了 地上也都是零件碎片 还好车主呢 当时有穿重机装 全身包紧紧的 所以人呢并无大碍 但是在往前骑不到一分钟 过山洞的时候呢 白烟不断的四处飘散 那么这台计程车的引擎盖呢 还窜出了火苗 当时驾驶跟车上的乘客呢 事先看到了白烟就已经先靠边停了 也都先下车了 之后车子呢 闷烧才会窜出火苗来 下了驾驶呢赶快打119求救 还好车上的驾驶跟乘客呢 都没有发生意外 那么在这个同一路段呢 在同时间竟然会发生这两起意外 也让民众非常的惊吓 以上是我们掌握到最新消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